我們崇佑影藝科技大學的金淵劇場有多大 這麼大 好 各位同學看這麼大的劇場呢 其實它的眾生已經超過國家戲劇院的眾生了 那麼它是一座標準有600個觀眾席足以容納 包含二樓的觀眾席的標準的鏡框式舞台 那麼我們抬頭看 可以看到我們上方的這個燈感 就是懸吊系統是相當的完備的 那好 在這樣大的一個劇場裡面 提供給各位做演出的時候呢 各位如果內行的話你就會想到一件事情 要有相對應的所謂術語叫大巴 也就是我們崇佑最大的一座排練場 專門提供讓各位能夠在平常排練的時候 就能夠適應這麼大小的舞台 走 跟著我的腳步 我們去看我們的A307大巴 好 各位同學歡迎來到我們的A307 這也就是我們金淵劇場平常專供排練用的一個大巴 好 那麼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左手邊的這個投影布幕呢 當金淵劇場有演出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透過即時影像的系統 看得到台上演出的過程進展到哪裡 那麼五間助理呢會透過英德康系統 通知我們在這一間大巴裡面 正在準備的同學可以下場準備上台了 那麼平常的時間呢 它就是一座通透性非常好的一個排練場 我們的街舞 我們的流行舞蹈 或者是戲劇類的課程 會在這樣子的一個排練場裡面進行 那麼像這樣的排練場呢 我們一共有28間 而且是透過Google系統 免費的讓同學能夠使用 但是先說好 10點鐘之前要離開 因為我們每天晚上都在趕人 好 舞台看過了 大巴看過了 接下來跟著我的腳步走 去看我們金淵的腹地後台 走 好 各位同學現在我們來到這個場域呢 就是我們金淵劇場的一個後台腹地 那麼各位可以看 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會有兩座的這個圓形的杯頭區 所以平常沒有演出的時候呢 那同學也可以在這個地方 進行這個街舞的杯頭活動 會有很多同學在這邊練舞 好 我們去看看我們的腹地後台裡面 有各個有什麼樣的一個教學場域 來 請跟隨我的腳步 這邊就是我們的 平常更衣室的地方 就是同學如果有演出的話 可以在這裡做這個更衣的使用 好 來到這裡 我們就得重點介紹了 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的服裝庫房 也是崇佑最驕傲的地方 我們的服裝總共有6萬套 所以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樣的一個衣服 秀場華麗的衣服 或者是拍攝MV用的衣服 都可以看得到 這套呢就是 就是蔡依林當初演唱會的這個珍貴保留下來的一個 歷史的一個史料 這是我們的另外一棟 另外一間服裝庫房 所以可以看到 就是崇佑的服裝量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換好衣服之後 我們就會來到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化妝間 就是提供給我們的同學在平常演出時 可以在這裡做後台的這個休息 以及書畫 在這樣的一個專業教室裡面進行這個教學活動 這是我們的平常的一個大道具的一個陳列區 這是我們的小道具庫房 所以簡單來講 可能跟你現在的高中生活不太一樣 也就是同學們平常如果在學校裡面 你的服裝大小道具 這些可能因為每一齣戲 你得自備 但是影藝科技大學會有它的規模 所以我們已經幫各位把這些 平常都會使用到的一些教學器材 已經完整的已經在我們的金音劇場底下 有這麼大的劇場 你的燈光音響設備一定要夠 那麼這裡是我們的燈光音響器材的一個陳列式 那麼大概可以區分一下 這一區就是我們的喇叭 就是音效的區域內頭是燈光跟線材的區域 那麼包含這些器材的維修呢 都在我們的技術組裡面會有一些 相對應的課程來做銜接與安排 好 以上是我們金淵劇場的介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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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